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手动添加的 所以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如何设备fi添加一个产品 整个后台如何来设置 回到我们的后台 前端我们先看一眼 样板站没有做什么东西 前端我已经添加过一个产品 我以前做过一次展示 那么其他的一切都为空 好吧 那么 咱俯一下 那么后端到后台 那么咱们走一下添加产品的流程 那么首先 我们要先添加一个产品系列 先看一下产品 那么这是我已经添加的产品 那么先看一下产品系列 那么这几个只有首页 只有玩具车有展示 那么剩下的产品没有展示 怎么展示出来 首先你要添加一个产品系列 OK 创建你的产品系列 右上角 那么标题 那么我刚才看了 里面有那个筋膜 那么写 运动产品 运动器械 那么 产品系列 系列设为自动 那么这里 这里重要说一点 那么条件匹配选项 是所有条件 还是任何条件 那么你用任何条件 其中满足一项 即可出现在这个产品系列当中 那么首先 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名称 包含这个运动器械 那么产品类别当中 包含这个运动器械 那么 产品标签中包含这个 好吧 只要满足这三个 其中的任何一项 都属于这个产品系列当中的产品 然后保存一下 那么 回到我们自己的产品 然后 这里设置一下 那么 首先 就是手动添加的话 你右上角有一个产品系列 那么先添加的产品 一切都是在草稿箱的 切记 把这改成活跃 那么 产品系列当中 来 我们添加一下 对 然后 产品系列当中 没有 也是自动添加一下 标签当中也有 好吧 当然这一个产品可能有太多个系列 你还可以把玩具 这是 你在标签当中 已经看到你刚才添加的产品系列 你可以把玩具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一个既属于玩具 它又属于运动器械 那么 你就可以添加多个标签 它在多个列表页当中会出现 那么 设置好以后 下面 保存 嗯 关于 整个shopify的SEO来讲 搜索引擎优化来讲 我不建议新手在做搜索引擎优化 那么描述啊 Title啊 内部链接啊 这些其实现在 新手不用考虑 老手其实也没有几个做的 因为 如果等shopify店铺有搜索引擎优化的 这个效果的话 黄瓜菜都凉了 半年起了 对 好吧 那么 这会儿回到前端 我们发现啊 你可能还是找不着你的产品 对吧 还是没有 那添加产品哪去了呢 回到网站地图 回到网站地图 那 这个没有 添加一个 比如说名称 那 链接 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添加一个铜栏 这个铜栏是以 云农器械为主 那么链接 从哪来 那么这里说一下 那么这个链接去到哪里 你希望它去到哪里 你希望它去到哪里 你希望它去到搜索页 你点开是一个搜索框 还是你 点开之后就是一个产品 还是点开之后就是一个单页面 还是点开之后是一个博客 或者博客文章 那么或者是你底下政策当中的一些内容 那我肯定希望通纳当中点开 应该是产品系列 对吧 那么这里刚才你添加的标签 就在这里了 添加 保存菜单 好现在我们再去前端看一下 OK出现了 看了吗 通纳上已经出现了 点击 OK 你的产品出来了 那现在有朋友说了 那我想前端 我不想让用户点击这个 网页的深度太深 那用户看到这的情况 相对来讲比较少见 我想让首页显示在哪里 好吧 我再展示一下 回到我们的后台 然后点击模板 自定义 那么根据我们的前端页面 调出我刚才上传的产品 比如说我想让用 我想让这个产品在这里显示 对 那么不会英文的小伙伴 或者英文不好的小伙伴 直接鼠标右键 翻译成中文 OK 新品对应新品 来 那我会发现OK 一共有三个对吧 第一个 这里 单个产品 那么刚才这个枪 金膜枪 然后 直接点保存 图片是你自己生成的 就是你要把刚才那个手图 放到上面去 然后这里才会显示这张手图的图片 重点推的这个产品 嗯 那么你说下面这里 我也不想展示这个玩具车 对我就想让它展示这个 那个刚才那金膜枪 那看见了啊 我英文不好新产品 那回到新产品页面 那么这里有一个标签更改 产品系列的更改 那么我选择 刚才的金膜枪 的这个类别 最后上传的产品 进行保存 好保存好回到前端页面刷新一下 首页就出来了 好吧 这这显示的不是一个 可以显示多个啊 因为只上传了一个 那么这里现在去购物 看直接也跳过来了 但是这个手图 还没改过来 我们直接改一下这个手图 上传那个产品 点击选择 保存 回到首页 看到了吧 那你手图上这个文字 就要改颜色 那么记住啊 在你整个独立站的过程当中 你做的全部都是细节 加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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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加0.1加0.1 加0.1 最后等于100 你才有可能 挣钱 那么你只做了一个60分 那么别人 这个跟平台链商不一样的是 你做60分 不是意味着你一天出10单 别人一天出100单 而是你赔钱 别人挣钱 因为独立站 全部大部分都是收广告的 当然也有运营的玩法 那么你运营实际上也是要投入成本的 无论你做粉丝业也好 还是你去吸粉也好 还是你经营粉丝业做互动 做抽奖等等 那你都是要投入时间精力成本的 也都是相对 跟花钱没什么不一样 那么所有你做的这些工作 全部都是细节 好吧 具体的细节 我在公开课也是给大家讲一个大概 那么细节可以跟我单独在讨论 好吧 那么上传一个产品 这个大概就OK了 那么后台的话 还有很多上传产品的办法 你可以直接就是说 复制别人的那个 商品牌的店铺 URL 直接导入到你的产品 那么你也可以把宋卖通 亚马逊 或者别的一些卫士的一些站的URL 直接采集过来一键上传 那么 嗯 嗯 但是就是你自己的这个 嗯 怎么说呢 这个最在乎的 最重要推的这个产品 是应该你 嗯 是应该说 嗯 嗯 精膜 就是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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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一点一点 抠着图一点一点一点 上传抠着抠着出来的 其他的产品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陪跑 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店铺 对于新手来讲 可能有50个产品 49个都是一键上传的 但是有那一个你主要卖的 实际上是你这么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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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上来的 甚至你自己慢慢的修改图片 好吧 那么 上传产品 嗯 就演示到这 那么喜欢的小伙伴一键三连啊 那么 虽说不是全干货 但是好像也没有这么人给你 也没有人给你们讲这么细 嗯 希望小伙伴能给点支持 一键三连 谢谢